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心位置在北纬22.6度 东京123.7度 即在花莲的东南方约260公里之海面上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气象播报要播报这个台风中心位置的时候 它除了可以用类似直角坐标这样子 北纬啊东京几度几度来表示之外 它也会给你一个参考点 比如说在这里就是用花莲 然后给你一个方向 东南方一个距离 类似260公里这样的距离 来描述说这个台风中心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知道说像这样子给你一个参考点 然后告诉你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上大概距离多远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目前这个点你在描述的是在哪边 对不对 像这样子有方向有距离的描述一个点坐标的方式 我们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极坐标 今天要学习的目标是 1.能够了解极坐标的定义 以及2.能够把我们学过的直角坐标 跟现在新学的极坐标 做一个互相转换 开始咯 那刚才在气象播报当中 那个参考点花莲 用极坐标的语言来讲 它叫做极 那么正东方这个方向 也就是X轴正向这个位置 这个方向 我们称它叫做极轴 而东南方 台风位置在东南方 如果用有向角来描述的话 它就是正的315度 对不对 那它的距离是260公里 所以这个台风中心的位置 我们就用一个中括号 来跟直角坐标 那个小括号做区隔 那中括号里面一样是摆一个速对 前面这个位置呢 要摆的是距离 在这里是260公里 那第二个位置要摆的是 它的有向角 有向角 所以315度 那当然有同学会想说 老师 有向角不一定要正到 我可不可以选东南方吗 我可不可以选负的45度呢 答案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个点啊 如果要来描述它的话 它的角是非常多的同界角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说啦 我们会尽量希望这个角度 是选在0度到360度之间的 但是这个R 也就是前面这个距离 这个点距离 参考点的距离 我们通常简写叫做R 那这个距离就必须要是 大于0或等于0的 那特别提醒一下同学 如果R等于0 那你这个点是不是就是G 就是G 那这个时候的角度呢 我们就不特别去描述 就说什么角度都可以 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已经学过了 极坐标的定义 那马上就要来看看 怎么把直角坐标 转换成极坐标呢 这一题 是求直角坐标P2 2跟号3 以及Q -3跟号2 3跟号2的极坐标 首先我们来看P 我先把这个P2 2跟号3点在这个 直角坐标的平面上面 那 X坐标是2 Y坐标是2跟号3 所以看这个参考的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马上可以用B4 你算出斜边是4 而且 1比跟号3比2 所以这个夾角是不是60度 那极坐标需要的这个距离 以及角度 我是不是就都有了 所以这个P点用极坐标来表示 就是4 60度 接着我们来看看Q点 Q点现在它在第二向线 对不对 它是-3跟号2 3跟号2 所以你把它画出来之后 马上就知道 这个参考用的直角三角形 它是不是一个边长 两边一样的等样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个夾角是45度 那么进一步就可以知道 1比1比跟号2 所以这个斜边也就是点 到这个参考点 集的距离是6 那这个有向角呢 是135度 所以这个Q点 它的极坐标就是6 135度 是非常简单 刚才我们学过了 怎么把直角坐标 转换成极坐标 现在反过来 求如果给你极坐标 要怎么把它换成直角坐标呢 我们来看这一题 是求极坐标R4 210度的直角坐标 首先我们知道 它这个有向角是210度 所以它是在210度的 这个中边上面选一个点 那这个点多远呢 距离极4的位置 这样子 OK 那210度我们知道是一个平角 180度再多30度角 对不对 所以这里30度 那我眼睛就看这个锐角三角形 我就发现说 30 60 90 而且90的对边长度是4 对不对 所以这个30度的对边是2 那么60度的对边是2更号3 所以这个P点是马上出来了 为什么 X坐标是负2更号3 Y坐标是负2 所以要小心 这个参考三角形可以告诉我 边长 那它在写坐标的时候 它自己补上正负号 看它在地底相线嘛 是不是也很简单 那我们刚刚看过的直角坐标换成极坐标 可以写出来 用X平方加Y平方开杠就可以做出来 那θ呢 θ常常要借助这个参考用的直角三角形来看它的边长比例是多少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θ如果取了cos 根据定义 cosθ是不是R分之X坐标 sinθ是R分之Y坐标 所以这个θ就要满足这个性质 那如果把这个R乘上去 我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下次我有极坐标 也就是我有R 有θ 那就知道 这个x坐标就是R乘上cosθ Y坐标就是R乘上sinθ 所以是不是超级简单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极坐标来解题 以下这题是这样子 如下图 若三角形OABC一个正三角形 而且A点坐标是22 求B点的直角坐标 那题目给我参考的sin15度跟cos15度 那我们稍微想一下 A点坐标是22 如果我用极坐标来描述的话 它的长度是不是2√2 角度呢 因为这个1比1√2 所以这里是45度嘛 对不对 所以题目问我的这个B啊 因为它是正三角形的关系 所以原本这个OA距离是2√2 搬过来这里OB也是2√2嘛 那角度呢 原本这里是45度 多了个60 加起来就是105 所以B点我如果用极坐标来表示 它的长度是2√2 角度是105度 这时候 再来算直角坐标是就非常好算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了 坐标是R乘上cosθ 那这个就看你同学前面有没有学清楚了对不对 cos105度可是它只有给我15度嘛 所以我怎么办 cos105度就是负的cos75度嘛 cos75度再用鱼角关系可以换成sin的15度 是不是可以算出来了 同样道理 Y坐标是R乘上sinθ 那一样这个我不会做 我就把它用成锐角 对不对 先换成锐角 前面交过了 它等于sin的75度 不用加负号哦 不用加负号 再来sin75度就等于cos15度 再把它换出来 所以这个B点的坐标 就可以很快地算出来是 1-√3跟1-√3 那我们来想一下 这一题 那为什么我知道用极坐标 因为我发现B这个点 它到极的距离是好算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正三角形 所以这两段是一样长的 而且它的角度也是好算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正三角形 所以这是60度 再加上已知的这个是45度 所以这是好算 所以当这个距离跟角度是好算的时候 我可以考虑先用极坐标来把B点描述出来 接着再简单的把它转换成直角坐标就好啦 是不是 好的 我们今天学了哪些重点呢 第一个我们知道极坐标的定义 用中括号来表示 前面呢 这个是这个点到极的距离 后面这个则是用有向角来表示角度 通常这个角度会介于0到360度之间 而且我们可以把直角坐标跟极坐标之间做一个转换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个距离R是根号的X平方加Y平方 而X可以用R乘上cosθ来表示 Y可以用R乘上sinθ来表示 是不是很简单啦 或计划的音乐 或计划的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